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是最後一堂的課程 那麼課程的最後 我再把作業跟各位說一次 就是我們的期末作業 因為我剛剛問了幾位同學 大家都說還不知道作業要做什麼 那助教師跟我說這個 有推在facebook上面 不過好像有的同學告訴我說 他沒有facebook 那其實我們的網站上面也有 應該去看上一堂課應該都看得到 不過今天我們可能 在最後的時候再跟大家解釋一遍 那希望各位可以透過這個作業的時候 把我們這一個學期 希望讓大家明白的這個 前面的八堂課 我們有一些認識 那今天的第九堂課 我們的目的是去整理 回顧跟我們討論 那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跟同學來討論 在每一堂課裡面 你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你贊成的是什麼 反對的是什麼 那透過這些討論 其實你也可以讓這個 你的作業比較容易去做 很簡單的先把這九堂課 我們的結構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的結構是在第一堂的時候 讓大家進去開始了解 人文文化跟設計思考這三件事情 各是什麼樣的定義 我們希望透過大家對於人文跟文化 還有設計思考這三件事情的了解 以便能夠對於我們未來的二十年三十年 有一個比較更清楚的認識 我們整個這個九堂課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 已經發生的人文的變化 文化的樣貌 還有設計思考的趨勢 去了解未來我們的十一住行育樂 這幾件事情會怎麼樣子的發展 我們整個課程的目的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學期同學是比較年輕 也就是一年級的學生不少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課程的時候 盡可能的去讓大家了解 不是太深層的東西 但是還是可以相當深入的去 以你對於現在社會的了解 去判斷未來是什麼 第二堂課我們希望大家去觀察 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 也就是二十世紀過去的十年以後 在二十一世紀的前面十年 我們整個世界在人文的反思上面 對於設計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會有人文反思 是因為我們的世界 大家已經開始漸漸地發現問題滿大的 這個問題從氣候從各種的樣子 其實不只是氣候 很多人以為我們現在地球的問題 只有氣候的問題 其實不只 所以因為這些問題 大家已經不像1960年代 像我在唸大學的時候 那樣子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不是真的有這種事 現在大家已經很清楚地知道 二十世紀跟十九世紀 我們工業化的結果 產生了對世界有很多不好的影響 這些不好的影響讓我們開始有一些反省 我們第二堂課主要是在讓大家明白 這些反省造成的設計有什麼變化 因為在座各位有很多都是學設計 所以在設計上面會因為這些反省有什麼變化 我希望能夠透過第二堂課讓大家明白 第三堂課是讓大家明白 在二十一世紀的前面十年 也就是過去的十年 我們的文化有什麼樣子的轉移 那文化的典範轉移也就是說 我們大家去追求的一個文化的標竿 到底從二十世紀的中期 二十世紀的末期 到二十一世紀的前面十年 大家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如果我們對於這些變化有了解 我們就比較容易對於未來的二十年三十年 有更清楚的判斷 這也是前面第二堂跟第三堂很重要的目的 第四堂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去思考未來五千天 五千天其實就是二十多年了 未來二十多年呢 我們的生活上的設計會有什麼樣的演化 這個第四堂是為了未來的第五堂、第六堂、第七堂做一些準備 第四堂的準備工作做完了以後 我們的第五堂、第六堂、第七堂呢 是讓大家去明白 我們的十跟一 一、未來二、三十年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的住跟行 未來的二、三十年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的慾跟樂 未來二、三十年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那在這三堂課裡面呢 我特別不斷的在告訴各位同學 我們不要去判斷未來的時候去想說 它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因為樣子是什麼樣子 我們永遠想像不出來、猜不出來 我們最主要的判斷是說它走到什麼方向 所以一個趨勢的判斷 最重要的是要去看到它行徑的方向 而不是要去判斷它未來的形式的或者是樣貌是什麼樣子 那個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它走去哪裡 那第八堂也就是上一堂課 我們跟大家一起想像一萬個日子以後 地球上大家怎麼在過渤 今天第九堂 我們就把這個第一堂到第八堂 做一個很快的回憶 那同時也跟大家來做一些討論 這九堂課我們學了些什麼呢? 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了解設計思想、設計思考 以及文化還有人文這三件事情的定義 我們怎麼樣子開始去思考這些事情呢?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像蝙蝠俠一樣 因為蝙蝠俠其實對於想要去解決世界的問題 有很大的熱情 可是它又充滿了疑惑 它一直覺得世界到底是能不能真的去 能不能真的它熱心的投入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麼這些問號組成起來的一個熱情 讓它開始雖然矛盾 可是它跑到世界上去 其實所有做設計的人都應該要有這樣的心情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甚至覺得那些問題非常的大 我們常常需要懷疑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大到一個程度 我們懷疑自己能力的時候 我們還有什麼力量去做設計 以便能夠嘗試的想要去改變世界呢?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讓蝙蝠俠的圖像配上一句愛因斯坦的話 來告訴大家 愛因斯坦在1954年曾經講過的一句話 這句話其實最容易代表一個做創意做設計的人 他應該抱持什麼樣的心情 那他的說法是這樣子的 他說曾善美是讓我勇於這個歡喜面對人生的原動力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歡喜面對人生 那他的原動力來自於曾善美 他的這個原文上面是Kindness, Beauty and Truth 這是真、這個是善的、這是美 所以善的、真的、美的 是他可以很開心地去面對Face Life Chifery 就是去面對人生 用很歡喜的心情去面對人生 愛因斯坦在1954年的時候曾經分享這句話 這句話我希望各位同學可以 無論你現在的感受很深刻 或者是這個感受很普通 你還是把它記得愛因斯坦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 因為這句話在你人生的某一個階段 大概會發生很大的效果 也就是你人生碰到困境的時候 沒有辦法Face Life Chifery的時候 你可以想到愛因斯坦曾經說過 要去Face Life Chifery必須要Kindness, Beauty and Truth 也就是真善美 我們看到真善美這三個字 覺得好像是有一點點八股 其實所謂的八股是他被套用的誤用 其實真正如果我們可以隨時隨地 都有這個找到善的一個面這個想像 以及找到美的想像跟追求真實的想像 那我們在面對人生的時候 應該都會很歡喜 各位同學如果對這個事情 有一些覺得說沒想到 那等一下我們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也跟各位同學分享了愛因斯坦的另外一句話 我們簡單的翻譯成中文是說 只要稍稍有才智 就可以把事物變成更大、更複雜、更暴力 或者是更有力 但是如果要把事情變成更小、更簡單、更慈悲 那麼卻需要有一點點天才 還有很大的勇氣 這是愛因斯坦的一句話 為什麼我把這個事情放在課程的最前面要告訴大家呢? 就是我們的世界都教育我們把東西做得更大 把project做得更大 把事情變得更複雜 把這個東西變得更violent violent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去解決一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很柔和地去解決 我們也可以很暴力地去解決 那麼我們通常是用power去解決的 如果我們用power去解決 變成更大、更複雜、更有力、更非常powerful 這樣子解決的時候 愛因斯坦說你只要稍稍有點頭腦 你應該都做得到 但是它需要有一點點天才的成分 再加上很大的勇氣 才能夠把事情反過來做 也就是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把事情反過來做 怎麼樣反過來做呢? 更小、更簡單、更慈悲 剛剛我們還沒上課以前 有一個同學問我說 一年級的同學說 他現在正在做一個設計 有點做不出來 其實我們去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往這裡想 你要去想是說 我現在的這個設計 我什麼事情我可以不要做 不是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什麼事情我可以不要做 然後它還有效果 其實就是更小、更簡單、更慈悲 更慈悲你可以把它換成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更柔和 我們去做一個建築的設計也好 做一個都市的設計也好 做一個景觀的設計也好 做一個產品的設計也好 甚至我們去做一個制度的設計也好 我們能不能把它變成小型化一點 簡單化一點、柔和化一點 這需要一些天才 因為你如果要把它變大很容易 19世紀、20世紀一路以來都是這樣變的 那我們怎麼樣變成這個 這個腦袋算是天才了 它告訴我們這個很難 而且不只是很難、天才不夠 它最需要的是很大的勇氣 為什麼是很大的勇氣 因為你要反… 大家都是往東邊走 你說我現在反過來往西走的時候 如果沒有一點點勇氣 你還真的走不下去 因為你跟大家反過來 跟大家反過來才叫做有創…創造力 所以創造力需要極大的勇氣 也就是跟大家反過來 那麼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也談到人文 人文是人類跟其他生物不同 特有的思想跟行為的特質 我們會有這樣的行為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思想 我們有這樣的思想跟這樣的人為 跟這樣的行為跟動物不同的地方 就是人文也就是人類的文化 跟其他生物不同 我們可以從人是這樣子發展 一路一路一路發展過來 我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談到說 這種發展最重要是境界的改變 不是身體的改變 不是說人從猴子變成人 長相不一樣 其實他重要的是長相就算是一樣 腦袋裡面的思想跟他做出來的行為不同的時候 就算是原來一模一樣長成這樣子 他也是一種境界的改變 我們最重要的在談人文的精神 不是外貌他變得不像猴子 而是就算是他像猴子 他只要是境界改變 思想跟行為不一樣 那麼他就已經是開始建構他自己的人文的特質 那麼這個境界改變最重要的一個境界 我們跟大家指出來的一個例子 就是無私也就是利他主義 用英文來講是這個字 那麼為什麼我們舉出這個例子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從各種比較近期的科學的發展 都可以去了解 只有人類懂得怎麼樣去做無私 我們動物在做無私的時候也是有 他會照顧他的這個小飛魚等等等等 但是無私變成是一個 這個理性思考的結果 事實上是只有人類 那麼這種利他主義 真正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永續的發展 必須要有利他 那麼這個是人類的人文的下一個階段 發展的時候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腳步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往這個腳步踏出去 也許人類過不了21世紀 人類要通過21世紀的考驗這一關 就是要把18世紀19世紀20世紀 所有越來越發展的非常自私的 人類最自私的東西是為了人類 不為地球上其他人 就忘記人跟地球是一件事 所以這個利他最重要的是 因為利他我們才能夠自救 所以人類的人文的反省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前面的幾百年 我們過度的自私 所以這個關鍵字 如果我們要談到 人文的這個發展是一種境界的改變 最主要的境界改變在哪裡呢 這個境界的改變是在理解無私跟利他 是真正的救人類的關鍵 那也是未來我們做世紀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標竿 就是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不斷地要去檢討 現在我們在台灣比較沒有這樣檢討 你在用一個材料的時候 你很少會去思考說 我這個材料取得的時候 他是浪費能源來的嗎? 他是浪費資源來的嗎? 他是欺負了很多不當勞工的取得 所以我有了這個東西嗎? 如果我們開始可以這樣子思考 而不是在思考說 這件東西我買起來很便宜 我用起來很好用 我管它到底有沒有破壞能源 我們如果可以反過來想 我們在整個境界上面 能夠反過來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真正的能夠天長地久 我把老子第七章的天長地久 有跟大家分享 是說天地為什麼能夠這麼長久 是因為他不自身 也就是他自己自私自利 只是為了天地存活下來 把所有天地下的東西都把它浪費掉 如果這樣子天地也就不叫天地 因為他也就沒有天地 因為不自身故能長生 聖人是後期生所以他能夠生先 外期生而能夠生存 也就是說他讓大家都跑到前面 所以他反而變成領導大家 這個生先就是變成一個領導人物 因為他把事情讓給人家 外期生就是說他不跟人家跳到一起去搶 所以他反而能夠存下來 就是變成他的名字可以 就是他的思想裡面可以永久的存下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無私 所以他能夠成其私 所以他反而能夠保護到他的自己 所以這個是天長地久 這個chapter在老子的道德經裡面所說的 另外一個老子的道德經裡面所說的 叫做上善若水 也就是他的第八章 所以我們把他的第八章跟第七章跟大家分享 就是水呢 因為不跟人家爭 所以他沒有什麼無由 就是沒有什麼別人會怨他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呢 我們必須要去能夠了解 那如果我們經過了這樣了解的時候 我們來重新回顧一下 那人文是什麼 人文最重要的就是 有勇氣去做到無私 再來呢 是人跟動物的根本差別 那人跟動物的最大的差別不是在長相 而是在他能夠有人文 那這個有人文呢 是因為他有勇氣可以無私 那再來呢 叫做用真善美作為標竿 這是套阿因斯坦的話 就是我要用真善美去做一個標準 所以我才能夠真正的快樂 那最後呢 是跟自然跟聖人跟水去學習 這是老子道德經 第七個chapter跟第八個chapter跟我們說的 我們在這一學期的第一堂課 在談到人文的時候 是用這樣子來做一個概念 那麼這是一個網站 這是在講Becoming Human 也就是說 人怎麼從這裡一路變變變過來的一個網站 非常非常好的網站 如果各位有興趣 對於人類的發展有興趣 或是你寫報告有需要 你可以去看becominghuman.org 那becominghuman.org上面有很多的紀錄片 有很多的這個圖片 可以去讓你知道人怎麼樣從這裡到這裡 可是我們在從這裡到這裡 人從動物 becoming human的時候 它最重要的是境界改變 不是身體改變 那境界改變了以後呢 它的思想跟行為不斷的一代又一代的累積 這個累積的成果 境界改變造成思想跟行為改變 思想跟行為改變能夠不斷一代一代的累積成果 它就形成了文化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文化的概念就是 你不斷不斷的在思想跟行為的改變上面 不斷的累積成果 它就變成一個文化的特質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產生不同的文化 連吃東西的工具不一樣 我們也談到連一樣的就是用一個麵包去夾東西 它夾起來的感覺 這是很東方、這是很西方 所以從掛包跟漢堡的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東西文化上面的一些差異 從筷子跟刀插機你也可以發現 從穿衣服的樣子你也可以發現 所以從寫字的方法你也可以發現 所以這些都是思想 思想影響的它用硬的它用軟的 思想影響的它是鬆的它是緊的 思想影響的它是小小的它是巨大的 思想影響的它是方便的它是工具的 所以用兩隻它不要一號 它不要兩隻手它用一隻手 所以這些都是整個在思想上面影響到行為 那這些思想跟行為影響到工具 這些工具當然就累積成為一個文化 所以我們如果反過來看看文化是什麼 總結的來說它就是人類的思想跟行為 累積的成果 這個累積的成果變成文化 文化又再一次的去促成下一個階段的思想跟行為的改變 那麼這種繼續的累積成果 那就是文化是不斷不斷的在這個累積 以及變成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的文化 那我們接下來談一下設計思考 我們曾經很清楚的說過 什麼叫做設計什麼叫做創意 我們現況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個教室裡面 我們的現況是這個冷氣有點吵 那這個是現況 我的期望是冷氣不見 那個聲音不見了 可是如果把它關掉 大家又太熱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設計就是讓現況能夠靠近期望的能力 比如說如果我現在真的要解決問題 我要開始來想 我怎麼樣子讓這個現況是這樣子的 可是大家又希望能夠量一點 那又要量一點又要沒有聲音一點 我要怎麼辦 現況跟期望能夠靠近的能力就是設計 所以那什麼是設計思考 等一下我們就一步一步的把它講完 但是期望我們會越來越高 當我們把聲音減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減到四分之一 當我們把聲音減到四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變成八分之一 我們希望它根本沒有聲音 是靜音的 那當我們把聲音變成靜音的時候 大家可能又會講說 那冷氣能不能再舒服一點 不要那麼潮濕 那麼所以你的期望是越來越高 但是現況呢其實是越來越差 為什麼現況會越來越差呢 是因為如果你不要這個教室 別人要這個教室 所以你連這個教室都沒有 所以現況是會向下拉 期望是會向上拉 在這個向上拉跟向下拉的時候 你產生了一個東西叫做張力 那麼這種張力其實就是讓我們覺得設計很難做 就是為什麼我做不出來 其實就是很難 因為你是矛盾的 如果我們希望找到一個東西叫做不矛盾 然後可以做出設計來 那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各位講 那個設計可以不用做 因為你如果覺得說這個題目好做得要命 完全沒有任何張力 也就是沒有一個越來越高的期望值 沒有一個越來越差的現況值 那麼這個也沒有向上拉 這個也沒有向下拉 也就是表示這個張力不在的時候 那這個設計就是現況靠近期望的能力 太簡單就到達了 那表示人人會做 既然人會做你就不需要做 因為你被訓練成為一個設計家 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要有能力去解決很大的張力 那你解決很大的張力 它是一個矛盾的 所以你一定很難過 那麼這種很難過還要去解決問題 就是做設計的人天生 就是你一定有毛病 不然你不會選這種行業 其實這種行業就是很麻煩的 就是你看到沒有 這個向上這個向下 然後兩邊拉 然後你還講說我要拉在中間 那那個是什麼呢 那個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靠近的話 你會產生焦慮 我們有辦法設法靠近 這個設法就是一個創意 所以設法能夠讓這兩個東西靠近 是需要創意的 那能夠把它靠 真正的讓它靠近的能力 是一種設計的能力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以21世紀來說 我們到底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希望教大家什麼呢 我們希望大家學習用利他的原則 設法讓現況靠近期望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from greedy architecture 就是學建築的人 或者建築雖然你不一定是學建築 但是建築是人類生活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20世紀、19世紀的時候 是一個greedy architecture 就是一個非常貪心的建築 變成一個green architecture 變成是一個綠色的建築 那所以如何從一個貪心的建築 變成一個綠色的建築 我們如何用利他的原則 設法把現況靠近期望 這個都是我們這個學期教過 同時也是不斷的希望各位同學可以體會 也可以真正的學到 那設計思考是什麼呢 就是用利他的原則 設法讓現況靠近期望的新思維能力 那麼這種新思維能力 我為什麼要把它圈起來 因為它是完全跟20世紀、19世紀的思想反過來 那愛因斯坦那句話講說 你要把一個已經存在社會、存在歷史中間的思想反過來走 你需要天才 你還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那所以這是一種新思維的能力 那麼就是當我們談到設計思考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學習利他的原則 希望大家用新的思考的能力 去把現況跟期望拉在一起 那所以新思維能力就是利他的能力 那麼這種利他的能力 讓我們帶到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我們談到說 21世紀的前十年人類回過頭來看自己 覺得不堪回首 因為人類實在是有點走得太超過 那麼我們的第二堂課談人文反省跟設計趨勢 那麼人文反省的反省之一呢 是我們已經知道證據顯示人類無知浪費 讓地球生病了 這個在20世紀的後半段大家漸漸的明白 可是很多的辯論都說 沒有人類並沒有把地球破壞 可是現在大家大概21世紀又經過了十年 大概大家還不相信地球是生病的人 大概自己生病了 因為已經太明顯了 所以已經有人類真正的在人文上的反省之一 影響到設計的是已經知道地球生病了 而且這個地球生病是人類的無知造成的 這個無知造成的浪費 讓這個浪費使地球生病 那我們用這樣的高樓去看也知道 就是在1889年人類蓋的最高樓叫324米 2010年人類蓋的最高樓叫做828米 人類用了將近121年的時間 我們同時耗掉一個地球的健康 才讓人類可以增加從324米變到828米 就是500公尺的虛榮 這樣子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有絕對的必要 其實沒有必要 既然沒有必要幹來幹什麼呢 就是覺得我很厲害 我可以搞這麼高 所以從這樣子的房子一定要把它撐到這麼高 就是一個虛榮 這個虛榮是需要耗掉地球的健康 而且用掉121年的人類的精神 這個是我們在第二堂課的第一個 告訴大家的 就是人類現在知道說這個好像是不對 這個是一個無知的錯誤 第二個 這張照片 變成這張照片 將近100年前 將近這個 意思就是說過去的100年左右 如果你跑到北極這個去 你可以看到是這樣子的一個景象 現在是變成這樣的景象 變成這樣的景象是人造成的 我們用了一個試劑去把地球溶解 就讓它溫度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我們讓它溫度越來越高 我們並不知道它會越來越高 在1960年代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搞下去地球的溫度會越來越高 會出問題 我們說你亂講 所以我們說亂講亂講亂講的結果 我們就真的讓它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把地球從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變成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子的環境變成這樣的環境 如果只是對它們不好 我們很可能還覺得心安理得說 算了 那它們不好就不好吧 可是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當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全世界的海平面會長高 全世界的海平面會長高的時候 對我們的生活最顯著的就是 我們的海岸線會後退 那我們的海岸線後退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海洋的洋流會變化 我們的氣候會變化 所以所有的這些我們把地球溶解 不只是害到它 真正害到的是它 所以這個是我們人類現在終於知道說 啊 慘了 可是有一點點麻煩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 你可以看到從1960年 我10歲的時候 到2010年是這樣上去的 所以我不曉得各位是生在什麼時候 不過你可以 各位是非常幸運的一代 所謂的幸運是有一點點反過來講的 意思是說你生在一個 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升高的年代 因為在這個之前並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50年來的毒素累積 這個東西是一個毒素 所以這個毒素的累積 讓我們的溫度變成這樣 看到沒有1800年到2000年 這個是200年 過去的200年的 大家溫度本來都是這樣 差不多差不多 爬上去 那這樣爬上去的一個結果 原因在哪裡 就是這個是中世紀 中世紀那時候曾經有一個高溫的時代 那但是現在變成是這樣 地球發燒了 也就是生會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30年來森林的砍發 讓地球變成是一個垃圾頭 我們可以看到原來的這個地球 30年前還有森林的地方 現在也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越來越少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喜歡畜牧 我們喜歡吃這個養殖的蔬 應該不是養殖的 種植的蔬菜 我們都需要去把原來的森林砍掉 可是人類現在終於明白 森林是什麼意思 森林就是我們的肺 地球的肺 如果地球沒有森林 就好像是我們因為肺癌 把肺切掉一個 我們等於是不斷地在切掉我們的肺 所以森林變少 地球變成是一個垃圾頭 不只是因為它垃圾頭不好看 而是因為就像是把我們的肺切掉一樣 一塊一塊一塊的肺 一個地球拿來呼吸的地方 我們把它切掉 切掉切掉切掉 那麼這個造成的一個就是 1950年到2000年 預計到2050年的這個 造成的CO2排放 紅色的叫做氣油的使用 那這個森林沒有了呢 到這個時候是最高 那預計會慢慢地減少 原因在哪裡呢 預計慢慢減少 是因為現在全世界 大家都盡可能地再讓森林回復 那麼另外一個地方呢 這個就是水泥 我們的水泥應該是會越來越高 水泥用了很多的是1950年以後 很多的房子開始用水泥 用所謂的混凝土去蓋 在那個之前你還用很多的磚 但是用了混凝土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混凝土所造成的這個CO2的排放 也是一個相當高 所以這個A色的這一條 就變成是一個這一條加這一條加這一條 就這樣上去了 所以用石油做染料這一條紅色的線是最厲害的 那我們都知道用石油做染料是更是無知的錯誤 所以我們人類現在知道 原來用石油是錯的 我們原來把森林砍掉是不對的 我們原來是把地球的溫度升高 是因為我們把二氧化碳排放也是不對的 我們把這個房子越蓋越高 這個也是不對的 所以所有的這些不對 讓我們知道這個人類應該要反省 所以站在這個人類應該要反省的情況底下 我們在第二堂課的時候 我們了解一下說這些反省對設計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看到已經有人開始努力的在以小解大 就是用一個小小的東西去解決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人類以前都是希望用一個大的系統去解決一個大的問題 我們覺得說這是世界性的問題 我們就要動用很大的一個資源去想要改變 可是其實我們知道現在有人開始在努力 因為我們都知道動用大規模一定產生大問題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解大規模的問題 也許可以用小系統來解決 那這個是我希望非常非常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真正學會 就是說你碰到大規模問題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學二十世紀的老方法 用大規模的方法去應付它 而是碰到大規模的問題 你能不能學老子 就是遇到大你用小去解決 所以這個小系統能不能解決大問題呢 這個顯然是一個趨勢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學的 我們用了一個影片 也就是這位發明家叫做 這個Michael Pritchard 他的這個小型淨水器 各位還記得他在影片裡面 把那個很髒很髒的水 他後院拿起來的水 再加上一些亂七八糟的蟲 什麼東西加進去以後 他撈起來一杯裡面的水 把他攪一攪撈起來一杯水 然後倒到他的淨水器裡面 壓一壓壓一壓以後 他把它喝掉 記不記得那個影片 他的問題是在告訴大家說 當一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你要發動大型的淨水器 進到那個災區 然後用電能夠去過濾 已經來不及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經生病了 因為大家口渴直接去拿水亂喝 所以你應該很快的速度 用很小型的淨水器 他的小型淨水器就差不多這麼大 就是他在手上拿的 跟我們平常喝水的一個水瓶 差不多 就是拿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進到災區去 讓他大量的發 你把這樣的東西到非洲去 讓他沒有水的地方 你也不要去找井 你也不要去做什麼 你發那麼多的精神 只能解決一點點問題 為什麼不多發一點這種東西 他可以把雨水 他可以把任何的水拿起來 就變成是一個飲用水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問題 用一個超小型的工具 能夠去解決 我覺得現在有越來越多 像他這樣子的人 開始懂得大問題 要用小工具去解決 那這個也是希望同學學到 另外呢 人文反省之二 沒有MBA的MBA是錯誤的 什麼叫做MBA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企業管理的這個碩士學位 就是MBA 可是沒有智慧的企業管理 事實上是災難的 我們看到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叫做MBA 可是我們說 Must believe in Athena 就是雅典娜是一個智慧的女神 所以如果我們只懂得氣管 只懂得拿到氣管碩士 可是卻沒有這個雅典娜的智慧 不相信這個智慧是管理企業很重要的東西 只相信知識管理企業 而不相信智慧也是管理企業必要的條件 那麼就是不相信雅典娜 不相信雅典娜 那我們就會發生像去年前年這個全球經濟的崩潰 那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反省教育對設計的影響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能不能用智慧來解決這個 只有這個知識的問題 那規格教育的困境可不可以用愛跟了解來解決 那麼這個其實是一個21世紀非常重要的問題